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种的病毒如果杀上门来怎么办 美国人现在已经发现了 美国境内发现英国变种病毒 奇怪的是被发现的这个人呢 居然是老老实实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 没出去过 没去过英国 没去过欧洲 美国别的地方都没去过 没有旅行史 这事就起的怪了 没有旅行史它怎么得的呢 这是美国境内的首例 新冠肺炎病毒变异病例 现在美国什么地方 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 美国有个著名的大峡谷叫克拉拉多大峡谷 牛吧 我去过啊 那个大峡谷确实是非常震撼 但是就起惊险程度 我觉得不如呢 怒江大峡谷 我们的怒江大峡谷我也去过 怒江大峡谷旅行 我告诉你 惊险程度超过克拉拉多 怒江大峡谷走着走着就塌方了 然后就走不了了 下边奔腾怒江水可不在身上 为什么叫怒江 那水翻着滚 哗哗哗你听着 这边塌方 路这么窄 前面车掉下去了 然后又塌方了 那个水这个翻滚 所以克拉拉多在险 他没有怒江险 对不起 我又跑题了 我现在得了毛病了 美国克拉拉多州 发现了这个 这个变异的病毒的第一例患者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们的州长呢 姓甲 叫加里德 加里德 加里德波利斯 加里德波利斯 他说 他说 这个人现在在呢 丹佛东南的 五十英里的 这么一个县 叫阿尔伯特县 阿尔伯特县 现在我们一发现 我们就把它隔离了 我们就把它隔离了 这时候我们是高度状态 用我们中国新闻联邦的语言 就说 我现在事情 比病人情绪比较稳定 我们对周围已经做了严格的不控 然后采取严格不防的 什么什么措施 这些事都是眼不前的话 重要的是 这个小伙子 他 没出去过 而且现在没有确定呢 密切接触是 跟谁接触了 他怎么就 所以卫生官 美国卫生官员就 就现在就愁了 你现在要通过彻底的 追查弄清楚 他这些天都跟谁来往啊 对不对 都去哪了 坐什么车了 去哪个麦当劳了 去哪个音乐会了 还是跟谁在一起玩了 他这活动距离在哪 这好隔离啊 麻烦了 这个事在美国很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中国 你到哪去 我刚刚从去了一趟那个广东 我去广东那个冒名 广东冒名 我告诉你 哎呦我天啊 我们北京人当得不受欢迎啊 我们上飞机之前 先扫健康码 扫完了健康码 做体检 体完检之后呢 这个就安检一大堆的手续 上飞机之前 不是上飞机 上飞机之前 往你手里打泡沫 一喷 跟那个摩斯一样 叫你当他面 你把手搓了 然后呢 消毒 消安毒上飞机 上了飞机之后呢 再体检 啊 飞机乌乌飞 不是 你换座位不行 你必须坐那个座位 那然后呢 不准走动 甚至要求我们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啊 除非必要 不要撒尿 好家伙 这好不容易到地方了 到地方我们以为下来了吧 我们是湛江机场落 到了那个地方 好 人家什么反应 敬请各位旅客 暂时坐在位置上 不要动 地方防疫人员 将上来为大家做体温检测 停到那儿 等着 等着全副武装 那鞋我一看 都是靴子啊 全副武装 戴着护目镜 然后呢 人上来之后 给你测体温 要求你再出示健康码 全部插完了 这要是有一个发烧的 他正好咳嗽发烧 他自己真的是别的病发烧 明儿来为炎发烧 那我好了 我们这麻烦了 幸好没有一个发烧的 我们就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走过呢 走过那种隔离区 好家伙 就这样 到了酒店之后 出示健康码 测体温 然后填表证明 你是从哪来的 第二天 人家公安局又找上来 这是中国 中国就每个人呢 我告诉你 没有秘密 来路清清楚楚 一个健康码搞定 但是在美国不行啊 美国你追踪病人 他有管理上的麻烦 有法律上的麻烦 你就没有中国这么简单 你搞不好这个病人 跟什么人接触过 搞不好一笔糊涂账 可是大家知道吗 这个变种的 或者叫变异的 这个病毒的感染者 他 你对他从哪来到哪去 活动范围有多大 接触什么人 一笔糊涂账 就意味着更大的范围之内 更多的人的账 也是糊涂的 知道吧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一个潜在的病例 没有旅行史 这事啊 特别怕人 如果你说 搞不清他怎么回事 这事 让人觉得担心 心揪起来了 但是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这个病人真的 他确实没接触过 外边的什么 英国的变异病毒的感染者 他独立起源 那不就等于说 有一个结论说 美国又出来 单独发现了 变异的病毒感染的患者 假如他是单独 独立起源的 变异的病毒 那这个独立起源的 变异的病毒 跟英国那个病毒 是不是一回事啊 两个是 独立起源 但是一样 这概率太低了吧 还是他就有这么一个规律 到目前为止 说不清楚啊 一笔糊涂账啊 所以呢 这个科罗拉多州的 这个卫生官 也是非常焦虑 哎呀 真是 真是 怎么办呢 如果确立独立起源 这件事就更让人忧心 弄不清楚 让人忧心 独立起源更加让人忧心 看起来 我的判断是 圣诞节啊 上帝心情不是很好啊 Oh my god God 不准备 Bless you 所以 这麻烦了 你 你为什么 你心情不好 你过身 你没过好 你就惩罚人类 对不对 你惩罚人类 你 你干嘛 你干嘛 揪住英 英国 揪住美国 就惩罚他们 打屁股 打得这么厉害呀 极口中心 现在已经证实了 说是 这个未来几天 美国呢 又将发现新的变种的病例 这个机构呢 还说呢 这种变异的传染性明显增强 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例 并且对已经紧张的医疗保健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英国以外呢 现在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17个国家 已经出现了变体 跟英国老远的 当年库克船长到那个地方 澳大利亚 有了 我告诉你 对中国来说比较危险的是 我们旁边吃泡菜那个国家 韩国现在也有了 加拿大 加拿大按说 那北美 它跟美国离着 跟美国比较近 它跟英国离着老远 现在也已经发现了 而且比美国的病例要多 现在问题是 这种英国新发现的 这种变异的感染者越来越多 英国真的要失控了吗 这种变异的病毒 有几个问题 我们需要在今天做一点必要的梳理 英国有个大文化叫狄更斯 知道吧 有点文学修养的人 很多喜欢读英语小说的人都知道 狄更斯的很著名的圣诞的颂歌 开启了英国欢乐 圣诞节 那欢乐 圣诞节就欢乐 上帝过生日 嗨 那叫大家一块嗨 按说 圣诞上帝过生日应该特别嗨吧 耶稣圣日 不是圣诞生日 耶稣圣日 那一度从疫情的阴霾走出的 夹节的气氛 没有了 变异的病毒给英国带来了一种 叫英国首相 那说那这这这这这英国我们现在已经已经已经封国了 封城了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跑着就跑了跑不了的就排长龙买东西 我们要求的隔离呀 封锁之后的伦敦城本来就是雾都嘛 雾都 灰蒙蒙的 街道上只剩下 为数不多的几个超市正常营业 餐厅也不能坐那吃饭了 对吧 你说吃个麦当劳 我坐也吃个麦当劳行不行 不行 打包带走 最著名的马沙百货 超市前面等着排队的民众戴着口罩 维持着必要的距离 到了晚上 那是死寂的鬼城 所以很多人都说英国今天阴霾天气 稀稀利利哗哗哗啦啦 下着小雨 然后呢 人烟稀少 有一种阴郁的感觉 住在这个地方 心里边相当的难过 心情相当的难过 上帝为什么要惩罚英国呢 不是上帝惩罚英国呀 现在是各个国家的人 他们都害怕呀 你本能的害怕 全世界呢 大几十个国家 刚开始发现 这四十多个国家宣布停止于英国的航班交通了 那现在这个英国会不会失控 会不会失控 英国人自己最近这么说 他们说英国政府这次学乖了 以前呢耽误事儿 这次我们是超前部署 英国的卫生大臣说了 这次变种的病毒啊 我们呢 对他的估计比较严重 我们就假定他已经这个失控了 所以我们必须呢 抓住他 我们限制社交接触 但是英国人限制得住吗 英国人能像中国老百姓那样 叫关在家里就就关在家里 叫不出来就不出来吗 英国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服 人家照样开party 这次圣诞节 人家照样在歌在舞 欢乐圣诞 我们不在家里 那能怎么样呢 你戒严吗 是吧 你开枪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WTO说了 英国发现这个病毒 有很高的传染性 过去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对吧 目前情况相当严重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失控 英国政府呢 说过去啊 我们是太疏忽了 说太疏忽了呢 所以呢 英国此前这段时间呢 出现这个 出现严重的情况 这次我们是用最大的 我跟你说啊 全世界都一样 地方政府面对媒体的时候 面对上级的时候 都把自己的措施 说的固若金汤啊 一只鸟都飞不过去 但是我怀疑啊 只有中国武汉那种封城 那才是真的 英国应该采取武汉那种级别的封城方式 但英国人做不到啊 他做不到 那这怎么办 他怎么才能做得到 如果你你九月份就发现了 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才采取措施 你本来就耽误了 对不对 第二个疑问呢 是说 是说 这么多学者 这么多官员 为什么这么紧张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次呢 我看英国很多消息报道说 这个病啊 过去啊 新冠病毒很厉害 对孩子有影响 但是呢 没有那么重 很多年轻人好像反应不太重 像我这种老头啊 危重病人呢 这个疫感人群 他可能比较重 但是这个变异的毒株 对孩子 对幼儿影响比较大 最早出现在九月 到了十一月中旬 伦敦百分之二十八的病例 和这个病毒有关 数字啊 百分之二十八的病例 和变异毒株有关 接下来不到一个月 到十二月九号 再到后来 多少 英国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例 和变异之后的 变种之后的 这个病毒有关了 这数字吓人不吓人 百分之六十二啊 心里别光当一声啊 那你六七十万的确诊 然后你再增加 这增加人数太恐怖了 百分之七十这个数字 不是媒体报道的 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 资深讲师叫沃尔茨 这个人比较有影响 他做出一个逻辑模型 推算出来的 他强调啊 这只是一个呢 初步的估算 这个病毒的传染力 真的很强 而且是不是会变得更强 这个现在还不好受 关于这种病毒呢 英国人的担心说 这个病毒呢 是婴儿 是儿童 像成年人一样 容易感染 这件事上很多家长 都觉得特别的惊恐 过去呢 孩子他体内对这东西 有一种抵抗力 小孩子不大容易得这个病毒 得了之后呢 症状也不严重 这个变异的病毒 使孩子容易得 这让家长焦虑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 就是说 过去新冠病毒 发生过类似的变异吗 回答是 有的呀 有的呀 已经变了好几次了 目前流行的全球的病毒株 起源 最初起源的时候 搞不清楚 但是最初 人类发现的时候 和现在 已经变了好多次了 就这个病毒啊 他呢和新冠病毒 就是和过去流感病毒一样 所谓RNA病毒 不断变异 是他的特性 就爷爷生儿子 儿子生孙子 不断变异 为什么现在大家打流感疫苗 收效不是很大呀 就是因为他呀 他变得太快 你刚弄出来 他又变了 知道吧 为什么艾滋病那么难弄啊 艾滋病到现在没有有效疫苗 为什么 他也是变得太快 你刚弄出来这个 他马上就出来了 他不断的变换打法 突破你 人类和病毒 此消彼长 你疫苗出来 他到这儿了 你到这儿 他到这儿了 是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 不断的变异 给人类提出了挑战 他为什么呢 他能 他传染性强啊 传染性强 对他来说是优势 这个优势 就是我传播的速度 特别快 容易感染 而且呢 我一旦遇到情况 我又实现一个突破 几个月就迭代 科学家说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流行的 主流的病毒株 与最早发现的新冠病毒 已经大不相同了 全世界目前呢 感染最多人的 变种的这个病毒 从二月 意大利开始传染到欧洲 乃至全世界 也就是英国人 现在并不认为 我们英国人的看法 和我们其他地方的看法 别我们现在说 英国变异病毒 英国变种病毒 英国人不知吗 英国人说 你从二月份 你在意大利啊 意大利那边 你闹得很厉害 你传染到欧洲 它已经变了 到我们这儿 是又变了一下 又变了一下之后呢 增强了70%的传染性 知道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英国和香港关系 比较密切 过去呢 英国人用炮箭政策 割绕了我们香港 然后呢 把香港作为殖民地 现在英国 现在香港回归了 但是呢 英国人 有很多英国老爷 老是把自己当成 香港的主人 对不对 好啊联系多呀 香港第三波 第四波疫情 就是英国变异病毒 造成的 第614G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不懂这代号 但是他们说 就是这么造成的 香港这个地方 只有700多万人 为什么不能像中国的一些地方 名称庆岛一样 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 不行 不行 有人不同意 你不能全员核酸检测 那好了 那就弄不清楚 感染者 总有死角 总有漏网之鱼 于是乎香港的疫情 就弄得比内地很多城市严重啊 所以香港老百姓倒霉啊 德国之声说了 德国之声说 征服全世界的啊 就是这第614G 截止到11月下旬 全世界已经有5500万人感染了 5500万人感染了 另外一种变异病毒呢 又称什么什么东西 是欧洲的第二次流行的元凶 这个病毒呢 起源于西班牙 今年6月入夏以来 随着各地解封旅游人潮 迅速的欧洲传播 当时西班牙个案有八成 英国确认者九成 都是感染这个病毒 接下来 冰岛呀瑞士啊 法国啊德国 荷兰意大利 比利时 瑞典 挪威也发现大量感染者 体内还有该病毒 甚至香港在新西兰 也发现这种病毒序列 它不停地在变 那这就是结论 这个东西可能对孩子有影响 那这没法不慌 但是学者呢 认为不必太恐慌 英国出现这个病毒啊 现在目前呢 各国研制的病毒 包括美国辉瑞疫苗 对它是有效的 尽管从市场上看衰 但是到目前为止 多数专家认为 疫苗公司现在出这个东西 还照得住 还镇得住 假如病毒是小流氓的话 那片局啊 片警啊 警察来了之后黑着脸 还呵护得住 但是他如果真闹起枪来 闹起枪战来 警察镇得住镇不住 这不知道 有一个生物学家叫布伦 他的说法呢 得到一部分科学家的附和 他说病毒进化呀 病毒进化啊 变异是真的 是每天都在变 不停地在变 但是如果他要进化到 让我们研究出 就现在的疫苗比较先进 说我们现在研究的疫苗照得住 如果他要现在的疫苗失效 从目前的这速度来看 大概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不是说短时间之内就突破我们的疫苗 我特别希望这科学家说的是真的 要真的这样的话 那烧了高香了 但是呢 很遗憾 科学家的说法并不太一致 目前大多数疫苗和药物开发呢 据说都是针对呢 病毒表面的 比方 晶级的级 那披荆斩集的级 叫级蛋白上面 多个氨基酸系列 所以呢 他们说 这个呢 也许 也许不用恐慌吧 不过从科学角度看 这件事需要时间验证 科学家说话 不能跟他大忽悠一样 他不敢把这事说死 辉瑞公司和德国共同研究的这个疫苗 他们厂家代表说 现在呢 我们暂时还可以应付 但愿他们现在能应付 接下来能应付 将来能应付 你英国现在搞的这种程度 连我们的钢琴家傅聪先生 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打没打疫苗啊 傅聪打没打疫苗 不知道 我看有人说 傅聪85岁 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相当长时间没有上呼吸机 这个消息确切不确切 待何时 但不管怎么样 傅聪先生 他因为新冠病毒 并且因为英国出现了 超级传染性的 这种变异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而去世 英国的疫情反恐啊 真坦率说 真不咋地 怎么能搞到这么一种程度 你9月发现你12月才告知啊 我告诉你 方方如果在伦敦你这壶你得喝一壶 你这不是隐瞒吗 方方如果喊出来追责伦敦 政务官你现在被称这位小金毛了 约翰逊你怎么对付啊 对不对 真正可怕的不是新冠病毒 也不是变异之后的新冠病毒 而是政治病毒 英国政治家没少往中国甩锅 英国的所谓政治家 包括英国BBC在内的那些媒体 没少跟着美国的某些媒体 朝中国人身上呢 这个泼脏水 但是中国新冠病毒的防疫情况 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还是取得了重大的 极端性的成果 告诉你 我们不是700人的 我们不是7万人的 我们是14亿人 伦敦城的体量 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 但是我们现在举国之内 只要发现疫情 北京一共发现了5例3例 昨天我看最高 说是发现7例 好家伙 我们现在我打车的时候 我上车都没戴口罩 那司机使劲拿眼睛瞪我 干嘛 说你不戴口罩 你别坐车 不严格 不认真 弄不清每个人的情况 不能做到有效防治 做不到全员检测 那你就没有办法 克服新冠病毒 甭说变异了的 就没变异的病毒 都对付不了 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我们生活在中国 我们希望英国的老百姓 能够早日解决 新冠病毒感染问题 我们也希望 美国科罗拉多 那个大峡谷 早日重现 游客如知的情况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